为家乡奉献所有心力 梦想成真 人生也更显价值 继续来看这位石头伯 起信动念 也都为了帮助别人 当初发现社区 有许多小孩四处游荡 希望帮助他们 于是利用石头彩绘 打开孩子心房 一做将近四十年了 他也将彩绘石头 捐给工艺团体 为弱势家庭募款 造成很大回响 石头伯很有爱心 长期担任义工 不仅为社区付出 也协助精神医院的附近工作 他也每天到街头摆摊 介绍彩绘石头 他坚持不开店 看重的是广大夜市人潮 他想借由石头创作 推广美学 带给别人快乐 尽管连续三个月 生意都共骨 他不敢其志 其实他有个特殊的身份 知名作家 司马忠元的儿子 我一直对海洋心有 вер的 不曉得 天性吧 熱愛大海的寬闊 它是人稱石頭駁的烏龍奔 給人的感覺 就像那片湛藍一樣 自由自在 不受傳統束縛 來到西隆海岸 只要低頭彎腰 總能看到腳底下一顆顆 大小不一的石頭 每一個石頭來講的話 它都是生命 會被叫做石頭駁 就是因為它在無意間 發現石頭彩繪之美 從此用它們來取代畫布 每顆石頭都有不同形狀 花色甚至紋路 給了它無數創作靈感 這類型的石頭它比較粗質 也就是說當我們的手在上面錯動的時候 手上會感覺到有點嚴厲的那種感覺 嚴巴的那種感覺 用石頭畫畫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不論寒暑每三到六個月 就得來到海邊撿石頭 所謂不對稱的狀態下來講的話 這種石頭在比例上來講 在海邊站得非常非常多 一般人來講的話 它們在撿的時候 能夠達到十顆到十五顆 就算是很不錯 不但上下左右要對稱 厚薄度還要保持一致 而除了外型比例完美 還得看看質地適不適合用來上色 那像這類型的石頭的話 它本身質地非常非常的細膩 在這種細膩的狀態下來講的話 顏色就跟畫到玻璃上一樣 它不能負責 簡單的話 一天大概可以做到八顆上下 就是整天做的 專注在創作的石頭柏 除了到海邊的時間 幾乎天天都在創作 那因為我有這個基準現在 所以我這個畫的時候 它的平行條件就存在 就不會有太大的偏差 石頭不像畫布或紙張那麼平坦 因此每一次創作之前 都得先勾勒出基準線 圖案才不會扭曲變形 毛筆它收束的尖端的細膩度比較好 否則如果說你用其他的筆的話 它前頭沒有那麼尖銳 堅持只用毛筆來做畫 石頭的尺寸迷你 下筆得要輕巧細膩 才能畫得細緻 而用石頭來創作 一開始是為了輔導兒童 我原來剛開始是為了開畫室 然後除了教畫以外 我發現社區裡面有很多小孩子 在那邊遊蕩 然後看似 你會猜想說他們可能有人想學畫 但是因為雙性家庭 有的家庭的經濟條件可能不好 後來我就覺得說 與其是這樣子的話 不如花一點時間陪著他們 去瞭解他們 為了拉近和孩子們的距離 他從復活節彩蛋中得到靈感 開始創作彩繪石頭 用來作為小朋友的禮物 年輕歲月裡面 非常非常欣賞復活節的彩蛋 有的年齡層實在太小了 從中班大班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 他們拿到手 一個不小心一定會弄破 所以我臨機一動 就用石頭代替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大概 快38年了 其實石頭博是知名作家司馬忠元的兒子 但他卻很少向外人主動提起這個身份 更從來沒有想過要藉由父親的名氣宣傳自己 不過我總覺得這是兩碼事 一開始有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被拋在腦裡 對對對 然後覺得那些 該是他的 是他的 該是我的 是我的 很有想法的石頭博不只是藝術家 中文系畢業的他 過去也曾經做過出版社編輯 我原來是在唱片公司做美術設計部主任 後來又做雜誌社的編輯 假設影一個月來講 百分之七八十的時間 我是被擱置在那個地方冷凍的 有拿到薪水 錢照領 可是你的生命沒有 那我就覺得這樣不妥當 我們的生命被這樣子浪費掉 太可惜了 對生命充滿熱情的石頭博 還當過職能治療聚工 為精神病患者服務 做了十一年 十一年的社區裡面的社工以後 被精神病患醫院的那個 父親和主任發現 他們就把我找去啃彈 然後我就在職能復健師 這個工作上做了一段時間 人生的每一步都不會白走 每段生命經歷都會成為 下一個階段的養分 練練豐富的石頭博 將心中的感受全融入在作品裡 人生的運作像風車一樣 旋轉和不輕言懈怠 才會有成效 就是努力不放棄的意思 簡單的風車圖樣卻能延伸出另一番意涵 深受年輕朋友喜愛的彩色幾何圖形 則被石頭博命名為席符 這個圖形其實就是工程上 拆下的廢舊木板 所以這個題目叫做席符 也叫做珍惜之願 就是剩餘的木板重新再加以利用 平凡無奇的石頭加上色彩 成了一個個精緻的藝術品 石頭博的每一個創作 幾乎都能說出一番道理 無論是抽象或是具體 這些石頭彩繪色彩豐富鮮豔 充滿涉雞感與童趣 靈感來源來自石頭博的生活日常 像譬如說太極 這邊有一個太極 這個是原型的 然後這個是旺盛的生命力 這是排灣族的百貨蛇圖騰的 我想要把我心中所想的東西 透過一個媒介傳遞出去 你光口述的東西 有的時候人家愛理不理 聽不下去 背著包包裡頭全是沉甸甸的石頭彩繪 每天傍晚他都會準時現身繁忙的洞區街頭 簡單的帆布墊在地上 擺上五顏六色的彩繪石頭 這就是石頭博的小攤位 為了照顧年脈雙青 他擺天創作 傍晚到深夜才能出來擺攤 有很多時間會被切割 無論擺攤到或晚都一定要先回家 匯集市面八方回來的吉祥 所以被稱作八吉祥 它是藏傳佛教裡面的一個象徵 叫做吉祥節 因為彈尾並不起眼 雖然是人來人往的鬧區街頭 停下來聽石頭博分享的人 其實不算多 我們也是熬過來的 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出去擺攤的時候 連續三個月 除了靈心的生意以外 簡單講就是貢姑 三個月都在貢姑 儘管如此 三十八年來他始終風雨無阻 堅持到街頭以這樣的形式 推廣美學分享人生 我們台灣對於美術教育顯然還是不夠 那我們之所以會去做 也有一個企圖心 就是想要改變它 所以我選擇擺攤是因為 廣泛的讓流動能所有都看得到 不只透過創作來推廣美學教育 石頭博也相當熱衷於工藝 不管是做工藝還是教育 石頭博以他的藝術天分和生活歷練 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不活在父親的光環之下 堅持走出屬於自己的路 瑕士心長 讓我們的社會更加溫暖 稍後來看 這位老闆娘也很有堅忍不拔的毅力 養父帶她非常嚴厲 不是打就是罵 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 但她沒有怨恨 遵守養父丁寧 傳承古早味守護狼殿 紅魚肚 類似聖杭的肚子 一度就對了 這是農場 農場漫波魚的腸子 這是都很新的 這個金黃色的就是最漂亮 這邊還有日味啊 還有香啊 不然我們沒有什麼壽司 我們以前我們外面 有一點好就是 她有煩惱說 一句話說 我們做蜜蜜一定要做 我們自己給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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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讓人家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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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